哈囉大家好我是蒟若 這次要帶領各位進入犯罪心理學的世界 如何避免遇到暴露狂 首先大家要了解一件事情 有很多類型的犯罪 像是小偷、暴露狂或偷拍隻狼等等 其實都只是一種心理上的疾病 所以從外表你看不出來他們有什麼異狀 也沒有人會白癡在臉上嗑 我是暴露狂這幾個字吧 心裡有病並不代表腦袋就有問題 他們或許也有正當的工作 不過這些人之所以會漏鳥 是因為他們會因此而感到興奮 以小偷為例 他其實是在享受偷竊過程 隨時會被抓的那種緊張的感覺 還有得手之後的那種成就感 如果今天要他偷一個零風險的東西 他反而不會感興趣 就算真的偷到手了他也不會開心 因為偷竊的目的雖然達到了 但是卻少了那種讓他興奮的感覺 那暴露狂的心態又是如何呢 雖然這是屬於心理疾病的一種 但是剛剛講過了 心裡有疾病並不等於他們是笨蛋 所以大多數暴露狂的經常出沒地點 會選擇人煙稀少 燈光昏暗氣氛家 而且沒有攝影機的地方來找下手的目標 很簡單因為比較不容易被抓嘛 至於下手的目標則會偏向長頭髮 身形偏瘦長相還OK 又獨自一人步行的國高中女生 或是年輕的上班族 所以不是每個人都會遇到 有些女生甚至每天走小巷子 也沒有機會遇到露鱸狂 這時候就要感謝你的爸爸和媽媽 把你生得那麼... 那會讓露鱸狂興奮的那個點是什麼呢 很簡單 就是當你看到他的小雞雞的時候 你那張感到害怕的臉 你越是害怕他反而會越興奮 相反的如果你很興奮他反而會害怕 就連露鱸狂也會怕在暗巷裡 被深公怨婦給強暴的 那如果你是每天上下班或是上下課 都一定要經過小巷子的女生 不妨可以試試以下這幾種方法 第一個找個伴陪你一起走 我知道聽起來很像廢話 但重點是一定要找男生 因為露鱸狂也是人 他也會怕被打好嗎 那找女生一起走有用嗎 剛剛已經講了 你那張害怕的臉 才是讓他興奮的原因嘛 那兩個女生一起害怕 那不是剛好有機會讓露鱸狂 達到雙重興奮的享受嗎 除非一個情況 當同性的女生人數超過三個人 為什麼 因為他知道他打不過三個女生啊 你以為每個鋪鱸狂都夜問啊 我要挑定十個 你說什麼? 不要這樣 我要打十個 個個個個個 OK第二個 如果你真的沒有任何朋友 可以跟你一起走路回家 那走進小巷子的時候 又看到前面有個鬼鬼祟祟的人 疑似想對你做出不鬼的事 這時候你只要拿出你的手機 假裝你在講電話 讓對方知道 你並不是一個人 而是一條狗 重點是讓暴露狂知道 在電話的另一頭 隨時有人可以幫你報警 他會因為不想被抓而放棄行動 第三個 如果你沒有朋友可以陪你一起回家 你也沒有手機就跟我一樣邊緣 然後你剛好又遇到暴露狂 這時候請你保持鎮定 因為基本上暴露狂跟色狼是不一樣的 單純的暴露狂 是不會對你進行所謂肢體接觸的 他只不過是想要獻保而已 所以這時候你只要大聲的對他說 他就會馬上往你的反方向落袍了 你下次大概也很難再遇到同一個暴露狂 比趕走紅衣小女孩還要簡單 如果這句話你真的說不出口 未能理解 因為在暴露狂面前也不能破壞 你那非常有氣質的形象 這時候大聲尖叫 也可以達到一樣的效果 這次的人就上到這邊了 我是橘偶 謝謝收看 想了解更多沒有用的情報嗎 歡迎各位可以訂閱我的頻道喔 橘偶聊感情 我們下次見